虽然安大略省已推出三阶段重开经济计划,但是旅游界人士普遍表示,这个夏季旅游业很难全面恢复,跨省和国际旅游依然面临很大的疫情风险,民众只有省内旅游机会。 安省餐馆酒店协会首席执行官Tony Allenis表示,当前安省还没有出台旅游业重开的具体计划,但大家预测这个夏季,省政府会率先放开省内旅游。 而由于国际旅游面临诸多不确定性,率先打开的省内旅游将会出现一个小高潮,特别是Noskoka、Prince Edward、尼亚加拉瀑布等旅游地区会出现游客景喷现象。 安省旅游文化和体育厅新闻秘书Dakota Brazier说,安省政府将遵从首席医疗官和其他医疗专家的意见,决定何时和采取何种措施重开旅游业。 采取的任何措施目标是减少疫情传播风险,减少人员跨区流动,以及确保安省的医疗体系有能力应对疫情发展。 加拿大国家航空委员会主席Mike McNally说,疫情期间航空载客量大跌近85%,随着疫情减弱,业务量正在逐渐增加。 现在急需联邦政府出台航空业恢复方案和指导原则,比如如何执行疫苗接种和免疫隔离规定,对不同国家旅行限制等,从而允许更多航线恢复运营。 有旅游界人士认为,预测今年夏季省内旅游会率先启动,但也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。 一是接种疫苗达到群体免疫,二是推出共同认可的疫苗护照,三是政府出台旅游业重开指引。 如果没有指引,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,人们也不敢旅游。 比如,如果执行保持社交距离规定,一辆巴士载不了多少游客,就无法组团,所以需要政府给予特殊的政策指导。 联邦经济发展和官方预言部长乔美兰智,虽然旅游业处于特别困难时期,但是依然有机会。 在2021年加拿大联邦复苏经济新预算中,未来三年将投资10亿元支援旅游业,相信随着疫苗不断普及,随着疫情减弱,旅游业将会全面复苏。 虽然安大略省已经推出了三阶段重开经济计划,但是旅游界人士普遍表示,这个下季旅游业很难全面恢复, 跨省和国际旅游依然面临着很大的疫情风险,民众只有省内的旅游机会。 安省餐馆酒店协会首席执行官Tony Alanis表示,当前安省还没有出台旅游业重开的具体计划, 但是大家预测这个下季,省政府会率先放开省内旅游,而由于国际旅游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, 率先打开的省内旅游将会出现一个小高潮,特别是Moskoka,Prince-Edward,Niagara,博布等旅游地区会出现游客整瓶现象。 安省旅游文化和体育厅新闻秘书Dakota Bracier说, 安省政府将会尊重首席医疗官和其他医疗专家的意见, 决定何时和采取何种措施重开旅游业, 采取的任何措施目标是减少疫情传播风险,减少人员跨区流动, 以及确保安省的医疗体系有能力应对疫情发展。 加拿大国家航空委员会主席Mike Mennany说, 疫情期间航空载客量大跌近85%, 随着疫情减弱,业务量正在逐渐增加, 现在急需联邦政府出台航空业恢复计划和指导原则, 比如如何执行疫苗接种和免疫隔离规定, 对不同国家旅游限制等,从而允许更多航线恢复运营。 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预测今年下季省内旅游会率先启动, 但都拒绝于以下三个因素, 一是接种疫苗达到群体免疫, 二是推出共同认可的疫苗护照, 三是政府出台旅游业重开指引, 如果没有指引,大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, 人们都不敢旅游, 比如如果执行保持社交距离规定, 一辆巴士载不到多少游客就无法组断, 所以需要政府给予特殊的政策指导。 联邦经济发展和官方语言部长权美兰指, 虽然旅游业处在特别的困难时期, 但是依然有机会。 在2021年加亚大联邦复甦经济新预算中, 未来三年将会投资10亿元支援旅游业, 相信随着疫苗不断普及随着疫情减弱, 旅游业将会全面复甦。